最后一个阶段,也就是到第六阶段,就是称为采花式,这个采花式啊,原来老的叫吧,就叫乱采花,这一段呢,主要是陈氏太极拳,是最高级的打法,在此这个阶段里面, 不在乎是一路或二路的权势的先后次序,这个已经都给它打乱了,是吧,也不存在于权势的大小,以及权势的高低,等等,只求什么呢,求得这个随心所欲,不越聚,这种地步,就是练习的时间,由自己掌握, 可以长,可以短,可快可慢,就达到这个出神入化的这种阶段,心为令,眼为齐,心一想守着道,能够做到,能去能救,能刚能柔,能进能退,不动如山月,难知如阴阳,无穷如天地, 充实如太仓,洞如江河之水,泼澜起伏,气势磅礴,滔滔不绝, 练好这个太极拳呢,主要要对于这个操练,要朝朝运化, 使而勉强,久而自然,你这样才能够把这功夫练成,这个需要,就是这个时间,如果能够尊重这个要求去练, 大约三年,应该达到小成的功夫,啊,你这就是很不错了, 练于这个,这个一路太极拳,二路太极拳,对于初恋的人来说呢, 应该这个,应该这个,做到这个,嗯,洗心,敌律,去其妄念,平心静气,无欲无求, 你这样才能够,才能学权,是吧,才能做到这个心平气和,是吧, 那个,对于这个,里边都讲的呢,主要是第一路拳呢, 主要是,嗯,以身领手,啊,也叫以身运手,先慢而后快,啊, 二路呢,是以手领身,主要就是加强了步法和身法的练习,是吧, 啊,这个,才能够达到这个,以弱胜强,啊,用四两不千斤的这种, 这种劲儿,啊,嗯,也有人说这个,什么一路为柔,二路为刚, 这种说法呢,是不足取的,也是错误的,啊,这是对于太育拳没有一个更深的这种, 这种了解,啊,它刚柔相继,互相的,这是互相依存的,不能把它分开, 吗, Immer几股的值得出转的则中,你们 nochmal来听估设计背景的新台信厄士arya 这种就已经已经看出来对于太柔 mateix桌呢? 我以前不知道我的字幕有时候去겠다,这里放开去的时候דLA 把 APP HOW worth一zilla交往的洞ificar金后体你这批自己的银台跟你立马来的一小时候 感谢观看